什么样的角色是张宋文驾驭不了的 大家好 我是刘真 今天还好吗 继续我们的张宋文系列 现在张宋文已经是一个公认的 演技比较优秀的演员 大家都知道他塑造角色的能力很强 他有很强的表演功力 然后呢 这几年随着他长期的折服 逐渐得到了认可 他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大家发现好像是 不论是正面角色 反面角色 喜剧角色 他都可以很好的驾驭 那你像这个隐秘的角落里面的 楚朝阳的爸爸 这个角色就比较复杂 他演的就很好 就非常立体 那更不用说狂飙里的高级强了 这可能是他演艺生涯里头 最经典的一个角色之一了以后 然后还有什么像这个1921 《革命者》里头演的李大昭什么的 也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在这个和周迅合作的 那个龚勋里面 他演的周迅的老公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新居》里面 演展相 完全是一个清喜剧的表现方式 他又把这个很逗的 很可爱的这个人物 也塑造的非常好 那再加上他之前 还跟范伟合作的电影 他演过杀手 非常酷的那种杀手 等于是随便捋一捋 好像各种各样的角色 他接触的都不少 而且古装戏他以前也演 他这个《成龙外序》里面 演的假发 里头的喜剧也挺好 那到底什么样的角色 是他驾驭不了的呢 今天不是我来分析这个事情 其实在之前的采访里头 张宋文自己就说过 有一类角色 他觉得是不行的 他真的是不行的 采访里他怎么说呢 他说有一类角色 我是这个演不了的 那就是硬汉角色 他说这个硬汉这个角色 我是尝试过 怎么都做不到 他说之前呢 有导演想找他演个硬汉 他说宋文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能不能把皮肤晒黑一点 然后把这个腹肌练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 张宋文是这个 有外号小熊嘛 有点白白胖胖的 他真的是很白 然后呢 又有两只胖胖的小手 所以就是很可爱的 他都这么亲切的称呼他 小熊老师 张宋文就说 我是尝试过的 我到海边我去晒 每天去晒 每天去晒 都晒的脱了皮了之后 脱完了皮以后 更白了 可能有的人就是这种 先天就黑不下去的这种肤质吧 这也挺让人羡慕的 但是你放在一个男演员身上 就可能就有点郁闷 他又不能去像那个 鼓仔那样专门的美黑 可能那个代价也太大了吧 你像这种 他直接自然去晒 晒完了一坨皮 比以前更白了 就没办法 然后他说 这个腹肌这个事情 我努力了20年都没练出来过 之前有一档综艺里面 他表演一个 在零下的冷酷里头表演一个50度的状态 他就直接演得非常好 他直接就把衣服脱了 就非常热 其实那是冷酷 表演这个真的是满分 完全把当时的学员们都给秒声了 但是他那个雪白的肌肤 和这个胖胖的肚男 也让大家看着 这个宋文老师也是有一把年纪了 也是有短板的 这些短板可能是有他比较难克服的 也确实是体质的问题 再怎么练 可能也练不到六块腹肌 刚条身材 你像张家辉那个当初在基站里头 为了练出那个刚条身材 也是46、7岁 九个月的时间 张家辉每天只吃这个白水煮鸡胸肉 然后加上一些营养 才慢慢的他练成那样 所以张森文说 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 所以这是他自己说的 硬汉类的角色 可能动作戏 张森文是肯定是有点难度了 所以硬汉类这些角色 还是让吴京他们来吧 宋文大叔就别尝试了 我也觉得确实有点难 像他这样的想练出这种 一身都是肌肉的 这个没太好想象 主要是真的 他太白了 他怎么弄黑点呢 是吧 你靠化妆怎么行 那不真实 一漏肉了 就很明显 你也不能像这个张海宇 在那个老炮里面 那一身肌肉嘎的 都是穿的衣服 咱们很多那个小鲜肉 现在都是啊 这个直接穿一个肌肉衣 我也觉得这样 你这是欺骗观众啊 你要练不出来就算了 你别接这样的角色 所以这是张森文自己说的啊 只有这个硬汉类的角色 他很难驾驭 其他的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不管是好人坏人啊 正面反面啊 习剧啊 正剧都没问题 各种角色 他都可以尝试 而且我相信 他完全都可以 胜任得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 点赞收藏 假关注 给你帮助 给你帮助